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不像是一辆现实公车 而是科幻片里的未来交通公寓一般 即便是游走在茫茫黑夜 穿梭于光怪陆离的繁华大都会 i3也依然如此的多目 无论是未来跑车范儿的宝马i8 还是都市精灵范儿的宝马i3 宝马的全新i系列车型都有着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非常像概念车的外观设计 以及颠覆性的纯电驱动技术 虽然他们的外观看上去真的不像是量产车 但宝马绝对不是在玩票 他们很认真 像是这辆i3就推出了纯电版本 以及我今天试驾的搭载有汽油发电机的增程版本 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 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无论是纯电驱动还是增程式都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但是对于宝马这样的传统大彻企来说 发展新能源技术还真的有点就像是择自己的命 因为他们经营多年的在发动机 柴油机 还有变速箱上的技术 瞬间就会变成了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术 就像是一向以混合动力技术为傲的丰田 这么多年也始终坚持在非常依赖传统动力总成的混合动力上 以期待一个平稳的国度 反而倒是像特斯拉和比亚迪这样的车企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才能够在新能源领域大举发力 所以尽管宝马爱系这一迈向电动化的步伐看上去才刚刚开始 可是对比很多大车企还停留在在已有车型上改进出个电动版试水的态度 已经算是诚意满满 进展神速了 除了蓝天白云的车标 以及不再是进气隔山的双肾之外 爱三和宝马的其他车型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它的外貌非常张扬 特别与众不同 甚至说有点怪异 就连它的轮胎 规格也是极其罕见 在国内想问个定价都很难 这样说吧 它的确足够吸引眼球 绝对不可能和云云重车相混淆 在这几天的试驾中也经常引起围观 但漂亮这个形容词放在他身上 显然是并不合适的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 358163379 中两侧的橙色材料区分开来 所以当你的视线 集中在稳分的时候 都会被吸引在中间的黑色材质上 另外它贯穿整个车色的黑色装饰条 还有它车头的黑色的引擎盖 都能够说明这一点 设计师还真的是将 黑色显瘦的设计理念 运用得非常的好 所以无论是从网上 看到它的图片 还是单独看这辆I3的实车 都会觉得它挺小小可爱的 但是当你真把它开到了公路上 跟其他的车一对比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个壮小伙 它的车身高度 比宝马X1还要高 而宽度也在伯仲之间 由于它的车头 并不需要放置一个发动机 所以设计的非常短小金焊 而它的发动机盖 我就估计还叫它发动机盖 是可以打开的 底下是一个储格 用来可以放它的充电设施 骨胎液 还有它的急救包 而我们在发动机舱常见的那些东西 就只剩下一个玻璃水的夹住口 除了极具个性的外观之外 I3的底盘也是大有玄机 传统电动车的思路 是在一个已有的轿车底盘上 加上低沉的电池组和电动机 结果就是笨重 进而影响到了动力表现和加乘感受 而I3使用了一体式的铝制底盘 整合了电池 电动机 以及悬架 在它之上是一个碳纤维的车身 既轻又坚固 尽管理论上来讲 这样的结构算是非承载式车身 但却是结合了最先进技术的高科技 非承载式车身 这样的结果就是I3非常幸好 即便加上230公斤的电池组 全车也只有1250公斤 相当于一辆普通的高尔夫 再加上电动机大扭矩的特性 纯电版本的0-100公里mAh加速时间 轻松的就做到7.06秒 这已经接近了高尔夫GTI的水平 即便是增加了油箱和发动机的增程式 加速时间也仅仅需要8.02秒 由于动力的输出方式不同 哪怕是曾经0-100公里mAh加速 慢到20秒开外的北汽E150EV 在城市里驾驶 它的实际感受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再拿 传统汽车的这种加速理念 去评价电动汽车了 传统汽车它的加速往往要做到10秒以内 我们觉得才算轻盈好开 而电动汽车15秒以内就相当不错了 就更不要提 我觉得这辆动力可以算得上 有些过剩的宝马i3了 宝马官方公布的加速数据 0-48公里每小时 这辆i3甚至要比E92M3还要快 所以在等绿灯的时候 只要你愿意踩下加速踏板 它肯定能够昂首挺胸的第一个冲出去 而且能够让后面的驾驶者目瞪口呆 即便是在环路上四五十公里巡航 踩下它的加速踏板 它的加速也真的是快如闪电 毕竟完全不需要什么降挡动作 它的推背感也是非常的令人惊讶 不过有一点i3与绝大多数车型不同的 就是它的动能回收系统 或者应该叫做动能回收刹车系统才对 因为一旦你的脚抬离加速踏板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强有力的支动效果 同时它的刹车灯也会亮起 这个时候我真的并没有踩刹车 另外i3也取消了如行功能 所以它的动能回收系统可以完全将车辆刹停 所以这样的话在城市行驶 除非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你完全可以开上一百多公里 都不踩上一脚刹车 我们在i3的充电站 也看到很多车刹车盘都是秀极斑斑 我估计这也是刹车系统缺乏锻炼的结果吧 这种设定和目前街上跑的99.999%的车 都大相径庭 尽管像是大众的纯电动EF 也具备类似的设计 但它好歹还提供了动能回收的强弱调节 让驾驶者可以根据习惯来选择 而宝马却没有 可以说宝马在做的是一件挑战用户使用习惯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我们有理由相信 宝马是在做了大量的测试跟研究分析之后 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与其让电动车去滑行 倒不如将所有的动能都回收 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它的效率 于是就设计出了一个让驾驶者少踩刹车的动能回收系统 在实际的体验过程中 这两三天的驾驶过程呢 我对这套系统现在是很习惯了 而且呢 它也的确很方便 因为呢 我只需要控制一个加速踏板 就可以应付80%以上的路况了 所以就避免了在加速和制动踏板之间 搅来回挪动的那种情况 但是有一些情况呢 的确也让人觉得很别扭 比如前面是红灯 我需要滑行停止 这个时候呢 我的脚就不得不停在加速踏板 保持一个比较精细的开度 让车以一个稳定的减速度 缓慢滑行到红灯面前 所以呢 即便开了两三天 这个习惯我也没能养成 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就是 我测试过的所有混合动力车型 无论有没有电子手刹 全都是不给自动驻车功能的 这也是出于省电的角度考虑 由于i3递挡并没有如行功能 倒是少了走走停停 要踩刹车或者拉手刹的麻烦 而且当你处于上坡状态要坡起时 只要坡度别太大 i3也不会溜车 不过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正处于下坡状态 松开刹车 它可是会往下溜的 说完了动力系统的感受 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续航 实际测试中 增程版的i3 使用纯电动方式 以Comfort模式驾驶 到发动机强制介入 续航里程大约在115公里左右 如果使用油门迟钝 空调功率降低的Eco Pro模式 或者再狠心一点 使用完全没空调 限速90公里每小时的 Eco Pro加模式 还可以再增加一定的续航 就算没电了 也不必担心它会完全的趴窝 我在测试北七一时 推车的场景 应该不会出现在它的身上了 这台i3呢 在后备箱的地板下面 装一台650毫升的双缸汽油发动机 用来给电池组进行充电 它的油箱容器是9升 听上去真的是非常的可怜 不过呢就是这9升的汽油 可以让这辆i3在完全没电的时候 让驾驶员吃上一颗定心丸 另外呢这台发动机 在车外静态启动起来的时候呢 它的声音 就像一台拖拉机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难听 不过好在呢在驾驶过程中 你是很难能够体会到它的 因为它只有在你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呢 才会运转起来 当你在很低的速度行驶的时候呢 它其实一般都是不工作的 所以唯一能够听到它的机会呢 大多是在遇到红灯 五六十公里减速减到快刹停的时候 能够听到它传来的那个早音的声音 另外呢这个发动机 在启动和工作的时候 不会带来任何的震动和抖动 这点还是相当不错的 不过我觉得呢 这套发电设备呢 还是尽量少用为好 一方面呢 它会增加排放 玷污了我们新能源汽车 环保清洁的名号 而另一方面呢 它久生的邮箱 会让你频繁的跑在去加油站的路上 除了电动车本身节能之外 爱三在制造过程中也融入了环保理念 在内饰方面尤其如此 它的真皮座椅在揉制过程中 使用的是橄榄叶萃取的天然染料 测试条则为天然纤维材质 车内的塑料 车顶衬里和车内地板的织物 也是大量由回收材料支撑 这样的用量 无论是从环保 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考虑 都值得称赞 跟这辆爱三向概念车的外观类似 它的内饰设计呢 同样非常的前卫 甚至可以说有点点超前 我们首先看这个双天窗的设计 有没有一点飞机驾驶舱的感觉 而另外呢 这个方向盘 上头大下头小 好像装反了一样 而更有特色的是 方向盘后面的这个怀挡 它的这个挂挡 你看 很类似摩托车的换挡机构 是这种转动波动的感觉 同时呢 这个怀挡上还集成了P挡的按键 还有发动机的启动和熄火 不过由于它这个怀挡啊 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就避免了跟雨刷的操作方式 类似产生误操作的那种尴尬 所以这样的设计呢 还是挺不错的 而我更赞叹的一点呢 就是这辆爱三 在如此好的设计感的同时 还保证了非常出色的储物空间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这个中控台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凹槽 这个空间用来放一个单反相机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打开这个常规的手套箱 它的深度呢 也非常的好 另外呢 在车门上这个储槽的设计 通过很好的这种 营造了单独的储格 可以很稳固的放下两瓶水和一个长钱包 而中间这条线呢 首先看一下这个扶手 它可以调节位置 这一点不错 而下面呢 这个储格 这个深度啊 还有这个储物能力呢 我觉得都是很值得称赞的 两个杯座很常规 但是呢 前面这个杯座 它可以在左右和中间 一共三个位置进行调节 如果你把它拿下来的话 这个位置呢 用来放女士的手包啊 男士的双肩杯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前面呢 还有一个网兜 用来固定一些容易滚动的物品 也是非常的好 所以这样来看 我觉得爱三的储物空间 真的是令人非常满意 在乘坐的实用性上 爱三对开门的后排 进出肯定要比传统设计方便很多 后排的头腿部空间 也都有一定的富裕 如果只以长度为考量 比起同为四米左右的嘉年华 或者Polo一类的小车 它的乘坐空间肯定是实用的多 只是比起前排 它后排悬架的舒适度要差了不少 弹跳冲击明显 后备箱的容积就很小了 好在后排座椅放到之后相当平整 实用性还算可以接受 最后一个问题 也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电动化的爱三 它开起来还像是一辆宝马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电机就在后桥 所以从概念上说 它和其他宝马车型一样 是后轮驱动 前后轴重量分配 也为教科书一般的50比50 对于一台定位在都市里通勤的小车 如果去追求什么操控性 还有运动性能的话 真的就有点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了 但是呢 即便是这样 这辆爱三 交上来的杂卷 也非常令人满意 首先动力方面 我真的就不需要再多费口舌 去再次褒奖它了 而它的转向呢 虽然由于轮胎很窄 所以传进来的路感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的反应很快 指向呢 也依然精确 所以操纵起来呢 让你爱不释手 还有它的悬架 对于路面比较轻微的起伏呢 过滤的很好 但是当你大幅度压缩它时 悬架迅速的反应 还有车身稳健的姿态 会让你明白 这辆爱三 依然保留有宝马 不容置疑的底盘功力 宝马爱三 的确是我目前开过的 综合表现最好 最优异的一款新能源汽车 它的动力充沛 它的底盘呢 保留有宝马一贯的优良传统 同时呢 它还非常伍实 另外呢 采用增程式的设计 也避免了纯电动汽车 没电就跑不了的尴尬情况 而另一方面 相比于较好又较做 定位精准的特斯拉Model S 爱三的确是一些尴尬 它的预售价呢 大概在四五十万左右 虽然相比于国外的售价 长得并不离谱 但是呢 要知道它的定位 可是一个务实的都市通勤派 所以相比于特斯拉高大上的定位 即便对于有钱人来说 花上四五十万 买上这么一台车 也是需要琢磨琢磨的 而此外 对于新能源汽车 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爱三也并不能逃避 最后再来看看 国内新能源市场的现状 由于进口车的身份 补贴自然就和爱三无缘了 而像特斯拉或者比亚提琴那样 能够在上海 获得免费牌照的大实惠 宝马能否争取到 现在还没有定论 宝马爱三上 蕴含的蔚来电动车理念 全新的碳纤维车身结构足够先进 但至少目前来看 它的实际意义恐怕还是离它的象征意义 有一定距离的 前面的设计呢 可以稳稳地放下两瓶水 同时还能放一个前程 而且这个水座背座呢 还可以从中间换到左右两三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